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個後來我們在經營數位中心以後 就放棄了在地實驗的空間的經營 就轉做劇場 那我們就實驗在做科技上面的各種實驗 技術和可能性的實驗 所以這一個是跟蕭賀文 就是漢堂岳府的副團長 我們用那個梨元系做一個等身大的懸石吊偶 用29個馬達15個吊點去控制一個懸石吊偶 來談一個操控的故事 那這個是我們當時的實驗 這樣 那現在的在地實驗 比最長就是這個狀態 它就變成是一個轉播或直播的一個 一個討論空間 那這個論壇的空間 我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要很多人來看 那重點就是在議題的開發 就主要我們這個論壇就是有兩個系列 一個系列是開發議題 去找大家沒有談過的議題 有趣的議題來討論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讓新的藝術家有機會去把自己的作品彈清楚 然後我們把它直播出去 那我們就建立了網站 那網站裡面就有非常多的archive 在裡面 當時的一些社會運動 跟下面的一些論壇 有時候我們也會跟其他的單位合作 像那個人很多的 大部分就是跟哲學星期五合作 所以這個就是網站上都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網站上有很多內容 大家可以上去看 那我們去年就是當我們有很多檔案以後 我們就覺得這個檔案必須活化 要不然檔案是死的 所以我們就邀請那個尤薇來策展破身影 那找了幾個藝術家 從在1990年代的那些archive 作為他們創作的元素 我們就在北美館測了這個破身影這個展覽 然後我們也做評論 那就找了那個鄭文琦 我們做了一個評論 大概三個月 兩個月到三個月會有一期 討論當代藝術跟數位新媒體藝術的一些議題的 這個討論評論的網站 叫數位荒原 那這個就是有一些創作的部分 那我們在數位藝術中心裡面就 因為經營數位藝術中心 我們就在樓下一樓的時候有一個噪音咖啡廳 那噪音咖啡廳那時候跟很多北大的一些藝術家合作 那其中跟王仲坤跟我們的技術組的總監林維園他們是合作得非常好 然後他們兩個都是一個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才氣的兩個年輕人 然後他們就合組了一個趙咖事務所 然後他們就開始接 他們就希望能夠透過比較平易近人的方式去表達他們的作品 那他們作品就會跟很多商業空間合作 這些作品大概在上海 那他們的狀態就是新的時代的空間的狀態就會向工 他們就讓他們向工廠 辦公室也向工廠 然後他們討論區也是非常 然後他們這個下面很多人就是他們也開放讓年輕的學生來實習 他就會有定期讓學生來學習 有一點點取代了那個學校的功能 他們超過 那這是他們 趙咖事務所一開始的第一件作品 非常複雜的作品 是夢想館的一個作品 這個是他們所有技術的養成的開始探索的第一次 因為這些作品都必須要經過今年累月的使用 因為這個作品的展出期是13個月 後來還延期 所以他們必須要在超過一年以上 不斷每天的去使用去操作的一個樂器 夢想音樂盒 那他這總共有一千多個磁王開關去控制這所有的樂器 然後他們就越來越做越大 甚至來到整個社區的規劃 但是基本上都是數位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時候在數位中心裡面有一批 有一個比賽我們叫數位藝術表演獎裡面的第二屆的一個首獎 那他們對身體的掃描的探索感興趣 然後他們就成立了這一個固態記憶 他們就可以做子彈時間投影全身掃描文物掃描 那他們目前他們的技術應該是台灣數一數二的 經過這幾年的磨練 他們是用100台以上的攝影機去掃描身體 建構建立一個3D的身體模型 那他們也少古物 這個是歷史博物館的九層寶塔 所以他們累積了大到寶塔 少到一個昆蟲 他們都可以少了 那他們會用在隱私 他們最新是掃楊麗花 他們大概也掃了林志玲啊 什麼小豬羅志成 他們大概都掃過 然後他們也做子彈時間 大家如果有看過廣告 有一個即將要撞到車尾 轉移換一個角度的那一個三秒鐘 兩天拍三秒鐘 那我們另外一個衍生出來的一個就是 這個是他們在民視的時候過年晚會 他跳起來你可以用180度看他跳起來的姿勢 那我們另外一個就是衍生出來的一個案子 就是說我們現有知道那麼多數位的技術 那偏鄉的孩子其實沒有經歷過這些數位劇場 這些都會才能夠享受到的一些劇場的經驗 然後我們就把它做成帳篷具 然後可以很輕便的移動到偏鄉 所以我們叫移動故事屋 那我們用包覆式的投影跟震動的地板 或是有聲光有說故事的人 就是一個完全無敵的體驗去講故事 然後這些裡面生產的內容 也都是本地的藝術家編劇跟動畫的工作者 去自己原創的東西 那這一個生產就是說 在數位時代的整合 這裡面必須整合技術工程師 創作者動畫的人劇場的人 各個領域的人他們在這邊去跟小朋友互動 我先大概先介紹這樣 好像沒有回答到剛剛那三個問題 非常謝謝文浩剛剛帶我們從早期的在地實驗 然後看到你現在除了台灣數位藝術中心 它的水平的這個結構 就是你跟其他的這個工作夥伴所建立起來的 各個不一樣的一個事業體 那其實剛剛有一個字其實還蠻打動我 就是實驗性這個東西 覺得非常奇妙 其實講實驗性現在應該其實已經不那麼時尚了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其實在現在的當代 要講實驗性是反而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藝術可能越是保守的年代 藝術家要講實驗性就是你只要敢破壞 你造反就可以達到 那麼可是在一個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不可以是藝術的時候 那到底我們要談的藝術的實驗性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時候這個問題就會變得很尖銳 就是說好那麼你看到的那個問題的邊界到底在哪裡 那從早期在地實驗願意去碰觸那個不確定性的事物的那個邊界 一直到現在這個數位的時代 其實那個邊界其實是在的 但是常常是被忽略的 因為每當我們講到數位時代的時候 我們常常誤以為那個數位的世界所提供的是一個無邊無際的想像 可是不然 常常就是在藝術家的作品裡面 我們才意識到原來邊界是在那裡 那也因為邊界在那裡 所以我們需要藝術家提供的那個想像去帶領我們去突破那個邊界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今天有必要再回去談所謂藝術家在空間實踐 或者是這個移動性或者是當代藝術 其實我覺得是還蠻可貴的一點 那非常感動剛剛的這個分享 我想在我繼續在提出我的心得之前 我想給台下的這個觀眾 是不是對剛剛我們從這一路下來探討了這個 分享了這個台灣的這兩個最難能可貴 然後露瑤芝瑪麗的兩個最這個蹲點蹲最久 但是不是在具體的點 而是在問題意識上面的堅持的這個空間上面 是不是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要對兩位藝術家空間經營者提出的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feedback Anything 有沒有 OK 是不是幫我們傳遞一下麥克風 謝謝我剛剛聽到的會非常感動 然後我有一個想法 因為時代不但是在改變 然後非常敬佩兩位已經做過的事情 但是面對的未來 然後不管是兩位老師 覺得最大的挑戰 或者是要克服的困難在哪裡 謝謝 小老師說讓我先講 這個問題 其實說簡單也是很簡單 但是我先不要講說物質上的匱乏 但是我在講一個 對我來講反而是溝通上的困難 就是說當我們在進行的時候 其實裡面被理解這件事情 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 尤其那個差距在加大 基本上我的前半身跟蕭老師幾乎是重疊的 就是說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想的事情 幾乎我們認識的人幾乎都完全重疊 那對我來講我從那邊走出來 在往前跨的時候 那所以我非常理解 我剛剛有跟主持人講說 其實我是一個跨兩個世代的人 其實我是一個過渡性的人 那人物就是說 我並不完全在數位時代 那我也是從油畫訓練 探體化上來的 但是我要走 所以我非常能夠理解 這個中間這個鴻溝 以我這個年紀幾乎沒有可以 幾乎很難理解 新的這個世代的種種 不管文化或內容或是 不要講技術 但是我剛才講的空間 我試圖要回應我接觸到的是技術 為什麼那個配備是這個樣子 本來我是希望我把我所有的事業體 不管工廠 不管攝影棚 或是所有的空間 是整合在一個大空間裡面 但後來我們就 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 我沒有那麼龐大的資源 可以去將所有的 我們就把它切開 剛才看到的幾乎都在不同的 不同的位置上面 就分開 那這個在某一個方面上來講 其實比較符合數位時代的一個狀態 那個分散性 那其實這個溝通 我為什麼會理解到 為什麼深刻感覺到 這個困難 就是說 我發現跟我當初在藝術圈的同儕們 開始想法不一樣 開始互相沒有 就是說那個爭辯會出現 我很難跟家裡解釋我在幹嘛 種種的 就是說這個 那這個跟家裡解釋這個沒有問題 就是說家人就是支持你 但是跟在藝術圈裡面 這個對話 其實這個障礙對我來講困擾最大 目前為止這個是困擾最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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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